西美市五谷凌晨一点多 黑衣人当街大乱斗 一名料性男子因为行车纠纷 汉人约谈判 电话中对方口无遮拦 把他给惹火 料来11个人 拿着棍棒去砸车 警方在7小时内逮捕了12名嫌犯 还意外发现被害人当中 有一名通气犯 一并逮捕归案 警方处理路边罪汉 对接突然砸车斗殴 12名黑衣人包围黑色轿车 拿起铁棍猛砸 嚣张犯案 警方10秒到场 12个人搭上3辆车 一哄二散 白色轿车后挡风玻璃破了 冰事车也被砸得乱七八糟 警方漏夜追查 7个小时之内逮捕12名嫌犯 还杠上开花 连被害人当中 都有一名伤害通气犯 一并逮捕归案 日前发生之行车纠纷 约在该处谈和解事宜 初步调查 料姓主贤和五谷当地的范姓男子 日前发生行车纠纷 原本要约谈判 但范姓男子言语挑衅 惹怒对方 谈判当场变成砸车示威 双方有毒品伤害等相关前科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 背后是否还有 没说出口的利益纠葛 记者刘司周中林 新北报道